上期视频给大家更新了PS2023 Beta的安装跟简单测试 今天就来详细说一下AI绘画的各种功能使用 我早期了常用的6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坚持看到最后 越往后,功能越腻天 还没有PS2023 Beta AI版本呢 可以在评论区回复PS Beta 获取安装教程跟软件资料 Beta版本的PS最大的变化就是 多了一个AI智能工具栏 可以根据你选择不同类型的内容 显示不同的快捷操作 先来说第一个功能 选择主体 跟菜单主体功能差不多 但是操作更方便 识别也更准确 功能二 移除背景 一键移除图片背景 可以看到识别的还是很准确的 头发丝都能精准地扣出来 功能三 智能更换背景 我们先点击选择主体 识别出人物主体 再点击反向选区选择背景 再点击创程式填充 我输入林间小路的英文 点击生成 背景就切换好了 提供了三个候选背景 每一个都特别真实 也可以什么都不输入 直接点生成 会根据图片内容 智能生成风格一致的背景 功能四 更换物体 用套索工具 选择左边的汉堡 点击创程式填充 输入Apple 点击生成 圈起来的部分 就成成了一个苹果 三个候选也都挺逼真 如果什么都不填 直接点生成 甚至把手都给智能不全了 切换下一个 每一个都可以一甲乱针 功能五 给图片添加物体 这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功能 打开一张大海的照片 圈出一个范围 输入游轮 再生成一个飞机 还有鲸鱼 一张简单的图片 就瞬间有了内容 而且后天下的图片 跟原图融合的也非常好 毫无PS痕迹 功能六 竖图变横图 打开一张竖图 用裁剪工具 左右扩展画布变成横向 用选框工具 选择两边的空白部分 点击创程式填充 什么都不输 直接点生成 可以看到空白部分 就被智能填充好了 这三张候选图片 栏杆也被智能补齐 丝毫没有接触部分的修改痕迹 当然 两个不相关的图片 也能无缝融合到一起 大家还有什么新奇的玩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 共同交流一下